先开始马上来看到昨天深夜发生在新北市中和原通路这一家姜母鸭店 经传枪项 有两桌九克因为起冲突 在争吵当中就传出了两身枪项 其中呢有名男子被打伤 宋一时已经陷入昏迷还在急救当中 而警方昨天第一时间也封锁现场 展开调查 其实这画面清楚拍下白衣男子前往呛下挑衅 虽然有人是赶紧把情绪激动的他带离现场 却还是惹火对方 双方十多人在店外吵了起来 冲突间有人趁乱掏出了枪械开了两枪 大概11点35到40分左右 然后听到楼下有很多人在吵架 那一堆人在骂张话三字惊什么的 然后大概过没多久 几十秒之后就听到变一声 深夜十一点多 中和原通路上的一家姜母鸭店惊传枪响 附近民众听到枪声吓得赶紧报警 警方互报后赶来 不过发生冲突的双方人早已经跑光光 现场只见到一名男子受伤 倒在地上 看到是有一个人躺在地板上 但是不确定他的意识清不清楚 那最后救护车就是来 那他们把他抬上车送成这样子 受伤的是父系男子 目前人还在医院急救当中 警方夜经封锁现场进行搜证调查 离经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 记者刘彦宏 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报道